各位书友大家好 我是西渊小老头 我们继续联写顺庭书谱 同自然所妙有 非利用所能成 这是有字 我们经常讲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有字 从写法上来说 一个 这个是方的 这个是方的 它这个转折 这里过来之后 它不是这样子顺的 它这里过来以后 它是这个内的 它就是说 这个圈是这样子都过来的 在这个地方 好 这样子都过来以后 这个一个圈 两个圈 它这里是远的 这个地方你所谓的就是顶 这个 这里过来以后 把它顶住 再过来 这两个地方是远的 它这里要顶 这个顶 把它顶住 再过来 然后在这里再顶住 再下去 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能就是要顶住 好 那么我们 知道这个书写的 这个节奏了 这个 这个毛笔 自然的下去 那 写到 就像这里 我再讲一下 因为以前 大概一个星期 以前有个书人问我 就是 以前写凯书的时候 老师说 总是要长风 长风 细笔 这个收笔 回风 这样子一个写法 那么在草书里面 是否适用 那我讲了 这个草书里面 是否长路 根据笔试 好 根据 归根到底 你就要写草书 就要写一个笔试 你不要去 机械的理解 理解为 长风 啊 路风 那你就 讲 你这个 这个笔画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从上面 这样子过来的 那你就这样子写 你如果这样子来 你从里面过来的 那你就这样子写 这个就是长 这个就是路 所以说 根据笔试 来 你不要根据这个 就形状 论形状 那么这个写草书 这个来理解草书的话 你会非常的极限 好 我们把它来写一下 那下去 折进来 方的 顶住 下来 然后就这样子写 那么我们写字来一些 就这样子写吧 这是一个飞字 这是一个飞字 飞字的话 你就是这样子写 那么我们来把它写一下 成绩这个有字 上面这个有 这个有没有的有字 这个是有没有的有字 成绩上面这个 这个点的笔试 下来它就自然就尖了 然后把笔这个提起以后 再下去 压住 那么注意一下 它这个东西就比较有意思了 它这个是比较高 这个低 它是高低错落的 那么然后这个勾呢 这个勾 我们写凯数这个勾 把风竖起来 然后再勾起来 这是凯数 那么它这里你风没有竖起来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个 这个直接的把钩弹起来 再来写 这个点直接压下去 从上面出风 再下来 再把它压下去 再次压下去以后 稍稍有一个 稍稍的这个 大概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行笔过程 然后再从 再从上面这个出风 出来 它这个没有 我们一般的这个点 应该把它顶起来 再出来 以前我写凯数 写行书都是这样 和大家说的 下去以后 顶起来 下来 下去以后 顶起来 再下来 它这里没有这个顶的动作 它这个下去以后 下来 下去以后 拿出来 从上面就出来了 直接出来 那么你 这个写法的话 你就是你对毛笔的性能 你就要有一定的了解 你要不然的话 这个如果 这个用笔 这个过了 这个线条就 就完全就 就就就就 这个很 这个是很差的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线条出现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在写的时候啊 当然 孙国庭他对自己这个毛笔 他是这个笔性 是充分的 充分的理解 他 这个毛笔笔头 他不会的坏掉 他能就是很干净的 那个 这个所以 这个在速写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毛笔 他你这只毛笔最大的这个弹性范围在什么地方啊 好 那么我们把它写一遍 下来 顶起 跳起来 注意他这个上下戳落的 那直接勾起 下来 点 下来 啊 出去啊 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好 这个成绩这个笔式下来以后 下面就 这个 这个就写这个例子了 啊 所以这个地方 他是扯分的 啊 扯分的 但是其实说 测封不测封 他这一点都没有 这个可怕的地方 但是关键是问题 是在什么地方 关键问题 在这个地方能收到尖 能能收到笔尖 啊 这个地方就下来 啊 收到笔尖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收 收不到笔尖 你这个地方下去 这个收不到笔尖 这样子 啊 这样子的笔画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啊 能够这个下来以后 能够把毛笔 能够收到笔尖上去 那就可以了 啊 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啊 我们这个 然后呢 我们这个撇再下来 啊 那这个撇再下来 啊 是这样子 啊 这是运啊 这个是运 运输的运 啊 运输的运 那么我们这个 这样子写 在繁体里是这样子写 啊 那么这个上面 这个军字呢 就非常好理解了 这样子一个写法 啊 车子车子旁就有这样三横一束的这样这个写法啊 然后下面一个走字就是这样 啊 这个就是运 啊 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毛笔 这个毛笔的话 你他这个头你不是录分不是录的很厉害啊 不是说录的很厉害 那我先讲了就是 这个毛笔就是出进去一点 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啊 然后这一个这个毛笔直接的这样子过来 那你动作这里动作不要多 然后这个点下去下去下去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毛笔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不能这样直接上来 直接上来上不来了 那那怎么办 你用往里往里走 啊 这个笔就下 这个这个可以 你这个毛笔这样子这个状态 往里走 这个毛笔就可以顶起来了 然后这一个树一点都问题都没有啊 所以这个东西 要充分的利用毛笔的弹性 啊 这个下去 啊 好 然后这一个笔画 这个车峰的没关系 这车峰的到后面 他就自然的就中峰了 啊 就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啊 这是运啊 这个是运 运输的运 啊 运输的运 那么我们这个是这样子写 在繁体里是这样子写 啊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军字呢 就就非常好理解了 啊 这样子一个写法 啊 车子车子旁就有这样三横一竖的 这样子一个写法 啊 然后下面一个走字就是这样 啊 这个就是运输啊 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个毛笔 这个毛笔的话 他这个头你不是露分 不是露得很厉害 啊 不是说露得很厉害 那我先讲了 就是 这个毛笔就是出进去一点 啊 就是这个意思了 啊 然后这一个这个毛笔 直接的这样子过来 那你动作 这里动作不要多 然后这个点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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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毛笔 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不能这样 直接上来 直接上来 上不来了 那那怎么办 你用往里 往里走 啊 这个笔就下 这个可以 你这个毛笔 这样子这个状态 往里走 这个毛笔就可以顶起来了 然后这一个树 一点都问题都没有 啊 所以这个东西 要充分的利用毛笔的弹性 啊 这个下去 啊 好 然后这一个笔画 这个车锋的 没关系 这车锋的到后面 他就自然的就中锋了 啊 就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啊 我再把它来写一遍 啊 戳进去 下来 啊 不要多多的太多的动作 啊 一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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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这个时候需要把毛笔 把它顶起来 啊 这个树是 它是斜的 那它是弯的 啊 然后这个走着 把毛笔收起来 啊 是这样子的 那个线吧 好 这个枝字 很简单 啊 这个点下去 点不大 啊 那下来以后 这一个 这个笔法 测锋的 啊 下来又中锋了 啊 收起来 这个收起 所谓的收起就是把笔这个顶一下就可以了 啊 不顶一下 它可能有的时候 这个毛笔是 这个 这个头啊 可能有一点点 闪 但是你我们学习把它顶一下之后呢 哎 哎 这个毛笔 笔头就 它就尖了 啊 这个笔头就尖了 啊 我们连起来 把它写一下 啊 有子 啊 非 笔 啊 笔 啊 嗯 啊 这个线条 把它写 这个上面 这个宝盖头 把它写浑厚一些 支点小一些 点大一些 下去 收起来 啊 这个写法 这样这个写法 啊 那么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